第三件事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就是說最近中共又發表一些法律 是涉及到在戰爭時期 那個刑事訴訟法的適用問題 現在究竟它會是怎樣去將這個刑事訴訟法 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將它戰爭化呢? 即適應戰爭的需要呢? 現在我們還沒看到它的法的原文 那個傳聞 雖然很難 還沒有條件去評論一下 但是那個實際的問題呢 最本質的問題就是說 萬一這個戰士開打的時候呢 可能會實現軍管 這個就是大家普遍對這個法例的一些看法 當然是不是這樣 我們要等一個新的法出來之後呢 才有條件去一步分析 但是現在講到說一旦戰事發生的時候呢 那個刑事訴訟法和刑法 那個適用於這個軍事的情況 這個事情就很容易被人聯想到呢 它是不是要實現軍管 好了 那第三件事 第四件事呢就是 大概是兩三個星期之前呢 大陸的衛健委 就是衛生和健康那個事務委員會呢 就突然間呢是出了一個 搞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就鼓勵吃這個糧糠 大家知道呢 大家知道呢 就是穀物變為這個細糧的時候 譬如稻穀變米 它要經過一個脫糠的過程 那道谷脫了糠之後就變成米 那糠呢 那糠呢 過去來說呢 就是用來餵豬啊 餵牛啊 那樣是飼料來的 那但是呢 衛健委呢 早幾個星期呢 突然間呢就是 發育記之內會 提到呢 糧糠呢都很有益 就是可以適當加工呢 是可以拿來做糧食 那這件事很怪 就是你說現代人 喜歡吃一些高纖維的食物 那很多人都是這樣 但是那些吃高纖維的食物的時候呢 多數是只吃粗糧啊 或者未經細加工的那些糧食 譬如大小麥啊 這個玉米啊這些東西 就沒有人說吃糧糠的 因為糠是用來餵豬餵牛的 那為什麼衛健委突然間會提出 就是要吃這個糧糠呢 這樣 那很自然你就會想到呢 它是不是在那裡 就是為備戰 做一些準備 就是萬一 萬一 就是打起仗上來的時候呢 那你肯定呢 就是軍隊那個糧食補給要保證先 是不是 那你保證了軍隊 前線軍隊的糧食補給之後 你萬一你糧食不夠的時候 那老百姓怎麼樣啊 老百姓就是吃糠了 是不是 它預先做一些這樣的思想準備 就是說你萬一糧食不夠的時候呢 你老百姓要吃糠了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在一個正常的社會 假如你沒有這個 備戰備方的要求的時候呢 是不會叫老百姓去吃糠的 因為糠本來不是人吃的嘛 本來是飼料來的嘛 餵畜生的嘛 它竟然可以叫老百姓去吃糠 那所以這個這樣的做法呢 是很詭異的 是令人想起它是準備打仗的 好了 那還有呢 那就是最近呢 突然間就是加強精兵 這個加強精兵是怎麼樣呢 我這裡手上有個上海市 上海市委武裝部的通知 他說上海市政府和這個上海市委武裝部批准 就是要向在上海各大大專院校 偵襲一些藏丁大學生 爭取做什麼呢 要立四個兵種 一個高原兵 潛水兵 海軍水兵 特種兵 四個兵種 就是說你上海高等院校的青年人呢 可以選擇這四個兵種 其中一個來報名 那麼呢 由法文即日起到本週五 就是大概是五日時間到了 它發文的時候是2月27日發文 到這個本週五 就是剛剛一個星期的時間呢 就要完成這個報名的手續 然後呢 3月8日體檢 3月15日完成政審工作 政治審查 然後3月30日呢 就送兵出發了 即是新徵召入五的兵呢 就3月30日就出發 那麼它這個上海市的通知呢 就說呢 這一輪的特招 就是特別的招募呢 待遇和政策從休 只要你看檢 政審合格 一錄就錄取 然後它提到呢 是時間緊迫 任務重大 即是說呢 上海市突然間呢 是收到上級通知啦 就是要在很短時間之內呢 召集四個兵種的人 上海市是中國最大的城市 上海市這樣做呢 我相信呢 其他大城市的高等院校呢 都會接到通知是這樣做的 只不過呢 我們暫時看不到其他城市 發出來的通知而已 現在上海有些朋友呢 是將上海市的通告呢 是貼了出來 我們才知道 上海做得到的時候呢 其他大城市 我相信都會有同樣的通知 即是說要在大專學生裏面呢 馬上進行精兵 因為提到呢 時間緊迫 任務重大 好了 那這四種兵是什麼兵呢 它說是高原兵 潛水兵 海軍水兵 特種兵 海軍水兵就很清楚了 因為你要解放台灣呢 你要渡海 你要渡過這個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 你一定要用海軍 所以呢 海軍水兵呢 就很明顯 高原兵是什麼用呢 台灣的島 台灣的島 雖然很小 但是台灣 三千米以上的高山呢 超過一百座 就是 換言之呢 整個台灣島的地勢呢 都是高原地帶來的 你想想想三千米的山都有一百座 所以高原兵 意思就是說你一定要適應在高原地區打仗 我覺得這個高原兵呢 很可能就是說 空降的 空降的這個兵 去到空降在台灣的山區 使他們能夠在台灣呢 就是適應山區的作戰 潛水兵 也都是很明顯 是準備呢 是 通過潛水呢 是潛入台灣 那這個呢 就是 很明顯就是 你一種 就是這個兵種呢 是準備登陸用的 還有特種兵 特種兵就是 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戰爭環境 包括巷戰 打起仗上來 你 森林戰啊 灘圖戰啊 巷戰啊 這些 就是 甚至說去斬首的行動 因為經常會說要 萬一打起仗上來的時候呢 要將這些台獨分子去斬首嘛 那這些特種兵 就是可以承擔這一方面的任務了 那所以突然間大規模召集這四類的兵種 使得我覺得呢 就是那個備戰那個氣氛呢 是極致濃郁 好了 在這種情況下 最近呢 就爆出這個 這個 間諜氣球的問題 那間諜氣球呢 很明顯呢 它是為了測試幾樣東西 第一 就測試美國那個偵察能力 是吧 就是 美國對由中國起飛的任何航空器 它有沒有這個能力去監測到呢 此其一 第二呢 就是去測試美國朝野的反應 就是政治 第一個是軍事上的測試 測試你美國朝野對中國這個氣球的反應 會不會有些人覺得無所謂 會不會有些政治家 就是它仍然抱著衰靜主義 覺得 好小事而已 這些東西 測試它政治上的反應 第三呢 測試它技術的反應 就是中國的氣球 能否對備 就是這個 在高空向美國本土 投襲這個武器的一些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氣球事件 在現在這個劍拔老張的環境下出現 就絕對不是說 就是這個 好像外交部這樣說 說這個 不可抗力 由於不可抗力就誤入了美國的領空 這樣 這些所有的 剛才我列到的大概有五、六種 五、六個不同的事件 這五、六個不同的事件 交上來看的時候 就是中共呢 是備戰的情況 是很明顯的 這個 你將這五、六件事 擺在一起看的時候呢 就是它備戰的工作 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呢 就是 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不可抗力 是尊責性的 你會知道 因此 是尊責性的